Hello,大家好,我是雅耳飞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是家常烧腐竹 这道菜所需要的食材是青椒,红椒,姜,蒜子 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泡发好的腐竹 接下来开始被料,腐竹,切段 切好之后,把水分稍微给它转一下 沾出水分,给它备用 黑木耳泡好之后,要给它多清洗几遍 不然也有沙子,然后把这根再摘掉 撕成大片,撕好之后,备用 红椒,去头,从中间再剔开,去籽 然后给它擀成条,然后斜刀,再切成零星块 青椒,去头,扒出中间,再剔开,去籽 也给它擀成条,然后再切成零星块 切好之后放碗中备用,姜,斜切一刀 切成姜片,蒜子,切成蒜片 然后腐乳中,打入一个鸡蛋 再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加入适量的生粉 再给它抓拌一下,取个鸡蛋 再打在碗中,打散 打散之后,加入适量的生粉 再搅拌成西护 搅拌成西护之后 然后倒入腐竹 装拌均匀 食材备好,接下来开始制作 取个平底锅 锅中倒入适量的底油 油温烧至五成二左右 依次下入腐竹 炸至表面金黄 关火,倒出控油 重新起口锅,烧干锅中水分 加入适量的底油 油温烧掉之后 放入姜蒜片 炒出料香味之后 加入少许的蚝油 然后放入青红辣椒 木耳 肉排底下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放入炸好的腐竹 加入少许生抽 这腐竹炸过之后比较咸 所以放一丁点盐就可以 拿半勺鸡精 少许白糖 再调料化开 煮至煮如花软之后 淋入少许香油 装火盛出 今天这道菜做得完成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关注 每天都有不同的家常菜 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